全球最大的郵輪 海洋表記河在一月二日 是由美國的迷亞米出帆 要電開一禮拜的路程 這準定可以載八千人 有設備收水 在出兵中 甚至是幸福跟餐廳 頂頂 但是傳播團體所認為 郵輪發燈當時會擺出大量的 溫室氣體 也就是甲烷 這對環境最大的衝擊 全球最大的郵輪 海洋表記河 開庭時 甚至民眾都會來見證 它的準時有365公斤 比法國巴雷艾菲爾替塔還更多 二十元的教練分成八幅 有六個出水道 七個收水底 一個出兵中 一間共演 還有四十多項餐廳酒吧休息 再可以利用八千人 還有兩千三百五十元組館 它動力的來館是輸用一化天人器 讓作相戰後的引擎 現在看不清楚 因為郵輪的引擎發動時 一旦 油化天人器補分的膠原會撈出來 對氣候環境作相沒辦法接受的方向 提供油化天人器 才做準的燃料的 含有油化天人器的表情 因為這是五次 有開發油輪引擎的公司 因為現在的技術 讓教員白鳳龍比二三十年前減九十八 經濟最新的研究 有論嚴重的教員 人數不安全的邊境 大概是六點四八 還有這個海水組 這陣營的是三點五八 剛才台韓文創議人士 百合得人為說 還有這個海水組 既就要提供意義 讓青春海油漂濟河這種 油化天人器相關的建設 可以不要再出現 因為這種修容另外的方向 都不是各個氣候問題的方向 恭喜新聞 文文靈彬